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心理的摩露气法 第六个 做金刚圈 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的动力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就是三股金刚书一 压着左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左手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臂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开始念的祖母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语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将者 祖母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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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这个缠绵的这个上面虚空 当中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像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点就是 您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照就是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很想不完全同性地 尖宝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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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尜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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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切莫更适于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自己的心呢 就是对自己的心再善地吩咐 就再善地告诉他这个心事啊 心事啊 你应该就是从道理上就是值得明白 明白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 自己呢 早就已经给给众生了 就是不是给众生了 我们的这个身口意也好 或者说是一切的这个拥有的财产啊 善根啊 就是全部都已经属于这个众生的 既然你是全部是属于众生的话呢 那么从此之后呢 你不应该就是像以前一样 以前的话呢 就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或者是像什么样的事呢 全部都是围绕自己啊 就是自己作为众心而进行操作 但现在呢 就是完全是不想通的呢 跟以前的概念和 跟以前的这个想法呢 应该是从这个根本上 有所转变的 如果没有转变的话呢 我们表面上就是很多人都已经发了这个心啊 但实际上呢 你还是跟原来的这个状态 这种心态呢 的确也是非常的这种惭愧 你因为心里呢 就是一直没有这个想着众生的事 想着众生的解脱 而跟以前没有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 没有这个出家的时候 或者是没有学佛之前那样的 你的这个状态呢 一直是为这个自我而这个奋斗的话呢 那真的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有时候 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话呢 就是大家都应该就是想内观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 学佛呢 并不是口头上跟别人辩论啊 然后表面上呢 就是做一个形象的一些工作啊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每一个人从内心当中呢 有没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这种转变呢 并不是是偶尔的 应该是长期性的 《华严经》当中也是说了 十股菩提属于众生 若无有众生 一切菩萨众不能成 无上正等觉 就说得非常清楚 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个众生的话呢 作为菩萨 他将来的这个无上正等觉呢 就是绝对是没有的 因为作为菩萨呢 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 比如说现在工人的话呢 就是他有其他的这个事情要做的 农民他有这个耕耘的事情做 可是我们发了大神菩提心的人 最主要的这个人物啊 最主要前面放着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利益众生 除了这个利益众生以外呢 就是其他的这个事情呢 就不是这个很重要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就是想到 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呢 就是放在地上 那么现在是那么多导致的那一点 我们也能够었得好 你能够得来吧 不是这个人物就经营了吗 不就是这个人物 我能够得来一下 就那根本来是做这个事情 我能够在来它的祥物 但是不容易就是 这个人物 就好是一个才能够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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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以他言承办自利益 也莫以言当邪恶待众生 那么我们不应该 以他人的眼睛 就是承办自己的利益 也不应该 以他人的眼睛当当来 邪恶对待众生 或者是危害众生 这是不合理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 大家也应该清楚 当我们发了大神菩提心之后 我们身口仪全部都是供养给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作为见证者 然后所有的三界人会的众生作为贵宾 然后在他们面前 将自己的身口仪全部都供养他们 那么从现在开始的话 你不管是打我也好杀我也好 或者你怎么样相拥 我的身体 我的预言 我的信 全部是属于众生的 当我们发信的这一天 大家都已经发过这个信 这个我觉得是每个人应该会记忆有信 应该记得清清楚楚的 那么既然你将自己的这个身口仪全部 就是布施给众生的话呢 那么现在你的这种眼根也好 二根 必根 就是所有的这个 包括身根在内的所有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是属于这个众生的 不是自己的 你不能认为是我的眼睛 就是我的耳朵 我的兔 我的手 就是不能这么说 因为是你众生的眼睛 就是应该这样来说 那么现在用众生的这个眼睛来 就是承办自己的利益呀 就是不合理的 你自私自利的心呢 就是看着这个外面的这个色法 然后以自私自利的心呢 就是听外面的这个声音 以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呢 心呢 就是开始这个手啊 教啊 就是就做这个其他的事情的话呢 那为自己呢 就是做手心是不合理的 我们对这个众生呢 就是把这个眼耳鼻色身为主的 所有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全部都供养完了 那么现在呢 以自私自利的心 承办自己的利益呢 这是不用说这个其他的 就是连世间就是有些这个事情 实践有些法呢 就是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呢就是所作所为的 应该以这个众生为主 就是以众生为主 应该我们就是对待这个众生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以慈悲的这个目光啊 就是来对待 就是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佛陀在这个佛经里面也是说了 词言是众生 伏惧害无量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慈悲的眼光啊 来这个看待众生的话呢 那这个福德就是像大海一样 就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功德这个相当大的 因此我们平时看待的时候呢 一方面就是想到 我们现在的这个言根也好 语言也好 什么事情都是 应该就是为他人做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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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党尊有请》 《己身所有我》 《见予先取出我》 《光明主众生》 所以我们应该根据以上的这几个道理做了分析吧 一个是从行为上 一个是从心理上呢 就是我们要对待众生 公经众生 这样一来呢 大家应该知道 总而言之就是众生的这个利益呢 就是放在第一 就是众生把它就是看作这个佛陀那样来就是对待 这是前面也讲了 就是对佛公经 众生不公经是没有道理的 就是应该就是把众生的这个利益就是放在这个第一 这样以后呢就是自己这个身体所拥有的 不管是你的这个所吃所穿的东西也好 或者是你的这个装饰品啊 你拥有的一些那个房屋啊 就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呢 那么你知道自己这个身上具足自己拥有这些财富以后呢 你就不顾一切就是把它取下来把它这个抢下来啊 就一定要自己对自己的心呢就是就做进行教训啊 你说你不应该就是认为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归为己有 这些都是早就已经就是送给这个众生了 那么这些都是他的所用权啊 就是应该使用权呢就是在这个众生书里面 因此呢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这些财富啊就是名声啊 你拥有的这些呢就是全部取下来 就一直不剩下就一点不剩下的呢就是不是给众生 原来法王讲这部这个颂词的时候呢 说是有时候非常难啊就是能不能做得到很难啊 就是法王是这样说的确实是难是很难 《学集论》当中也是这样说的就是 我身即素用三十诸三根 三十诸三根施于众生 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的这个身体受用 以及三十的三根呢就是全部都布施给这个众生 而地下尊者也说了 我知三心即功德回向众生 愿成佛 这个我们的这个三根啊 善心啊 以及这个所拥有的这些功德呢 就是全部就是回向给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愿这些众生呢并不是是 暂时又吃又穿就可以了 当然暂时是让他们就是 就是获得这个仁田的这种这个善趣福报 究竟呢就是称福 究竟称福是很重要的 平时我们时时刻刻大家发愿了 发愿的时候呢真的要想啊 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三根呢 愿所有的众生呢就是获得福果 就是这一次几秒钟的这个事情啊 几秒钟的这个事情呢 心里面一观想的话 那这个功德呢真的是融入大海一样的 就是无边无境的 我们下轮了 다음에见 就概迹我们下轮了 咱哲菜的详细 我们下轮了 好了 如果我们不要用电话 我们下轮了 这边烂法 我们下轮了 说不是 还是 我们下轮了 д Bhag相思 我们下轮了 志愿 你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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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面就是说宣说誓言 主要是对着这些烦恼 那么这个意乐和行为两方面来讲 第一个意乐就是虐说和广说 就是色意分三个方面 对这个高者就是修嫉妒 然后对平等者就是竞争 对下者一般傲慢 就是有这三种过失 有三种过失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换一个位置 我自己当着地理者 我自己当着高者 我自己当着平等者 然后原来就是我自己的位置放着众生 然后众生的位置 我自己到哪里去表演这个角色 其实这些修法真的是非常殊胜 就具有殊胜的加持力 再加上我们平时这样修持的话呢 就自相续的嫉妒心 傲慢心就很快就消失 所以我们要以为 就是自己换别人的位置 然后自己呢 就是什么说啊 就是换在别人的位置来 其实这样对方就是要开始修嫉妒心 修傲慢心 其实有些人想说 怎么会是修嫉妒心 哪有这样 从来没有听过 修这个菩提心是有这种说法 哪里有修傲慢心和修嫉妒心 其实修嫉妒心一度共度的这种窍诀 还是非常的殊胜的 如果我们用烦恼来摧毁这个烦恼 它的理念是更强的 整天都是用其他的一些对治方法 有时候是用不上 但是这三种傲慢心和嫉妒心 竞争心 不应该同一个世间当中修 因为我们三夫人的相续当中 这三种分别念同一个世间当中 就不能出来的 就一定要分开这样修 修行的时候不要有怀疑 就不要有一些善心而已 我到底是不是悲小子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别人 在别人修的时候 从中自己心里面 也有一种这个怀疑的成分 就是这是不合理的 一定要有一种确定性 应付兴趣的旅程 能购买我 是留意的 你是不合理的 也为什么不合理的 我才能怎么认识 这种像是很多争相 但我能给你 证明什么 就不是那么好 我当中有点 我 corporate保护 我希望你再度 我觉得是这个 我可能会有一种 你了吧 你会 很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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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很多老先生做汉华的声音 我好安宜哦 我好安宜哦 这个安宜是这样是吧 我好舒服哦 我好安宜哦 是不是说 好安宜哦 好安宜哦 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好安宜哦 我跟你说啊 是你安宜 这样讲的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开始修嫉妒心啊 修嫉妒心 修嫉妒心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所谓的嫉妒的话呢 就是其实对别人的这个名声啊 财富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才华等等 就是不忍心的一种烦恼的这个心态 佛多在那个什么《照相功德经》里面呢 也说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嫉妒呢 就是求自求名利 不予他有 予有之人而生正慧 就所谓的嫉妒心呢 就是自己这个求名利 然后不想呢就是让别人有的 然后别人如果拥有了这样的这个名声财富的时候呢 自己心里面开始就是产生就是如火般的这种疼灰心 这是这个嫉妒心的概念 那就嫉妒心的定义 如果嫉妒心非常强的话呢 那么这个生生死死当中转生到黑暗的地方 就连自己的这个塑胶都看不见的这种情况 还有呢就变成一些鬼啊 就经常就是吃一些不禁物的就是殴土物啊 就是就享用这些的这个饿鬼等等 就是这些果报呢就是讲得比较这个清楚的 所以我们要这个彻底端除就是这样的这个烦恼呢 就是大家现在呢就是对 凡是有这个嫉妒心的对境呢 尽量的这个放弃就是不要这个生嫉妒心呢 谢谢大家 来我一下子 谢谢大家 宝贝 好 谢谢大家 这 我 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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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别人作为我的话 就是什么样的工作 比如说看财 看法 还有割草 时间的一些建筑 工作 什么样的事情 我自己都要做 而别人不用做任何工作 好安逸 整天都是睡在自己的床上 有很多使者来帮助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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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